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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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直接摆下3BB把路口封死 当然有可能是用地堡把那个路口封死 但是地堡呢并没有这个冰盈稳 因为冰盈的血量比较多 好的 二矿马上见得好 已经拉出了4个SCV 到二矿进行一个采集 好 橙子的这个探浓农民也是进来了 探浓农民过来以后看到 哎呀 这个速度 二矿的速度跟我一样快 那么肯定是裸霜了 好 看一下军手这边 在经济完全不亚于虫族的情况下 会不会把握好这场比赛 那么对于猫肉来说 他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种是暴兵打一波流 另外一种呢是疯狂的普农民 因为对手一时半会还压不过来 好的 一个枪边是能不能杀掉 哦 果然是用3BB把路口堵死了 这样的话确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农民是出不去 最终猫肉的这个农民会被点掉 那么金肉在前期也是杀掉对手的一个探浓农民 好 这边我们再看一下猫肉这边 二矿也是补了很多的这个农民 现在并没有开始补小狗 终于是刚刚补下了效果 在选择好了以后 皇后都建造的出来以后 再补下小狗 确实前期对手的枪名离这还比较远 其实有皇后都可以挺得住 皇后看起来这个攻击力并不高 但是他每次攻击是两下 输出也是比较高的 咱看这边是3BB不停的出枪兵 军手这个农民稍微发呆了一会儿 可能是想在这边修地堡 后来想想又算了 两棋坎采集主矿农民比较少 两个基地在不停的产农民 四个小狗过去占领了两个萨尔达拉网塔 然后有两条应该在对手家门口进行一个看守 人民数量重组是26 而人组是24 那么现在应该双方是一个发展的阶段 而军用应该马上转成这个枪兵加坦克 加上一张空挺的组合 这现在是TVC的万金油啊 基本上这个TVC用这种打法就 基本上只有靠这一种组合啊 就可以把重组全部消灭到 可能会如果对手出蟑螂的话 会出一些这个掠夺者 或者出的飞龙比较多的话 可能加一些雷神 但是呢 主力还是枪兵坦克加上这个一条树挺 好的VF也是放下 同时放下BE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军用的这个科技神是放的比较靠外 这一点确实对他来说并不好 如果对手拉几个独暴虫 或者用蟑螂过来可以把这个科技神是强行的点掉 但是由于这个地图的特性也没办法 小狗补了很多 然后独暴虫巢也是马上见到完成 这个猛肉可能选择一波流了 而这边是VF好了以后放VS 那么是想选择空头拦火吗 或者说空头这个普通的火车 都有可能 因为他可能知道对手在前击补的兵会比较少 而现在军用的这个视野中看不到对手独暴虫 我们看一下猫肉的这波独暴虫 能不能把对手 这边还是堵的比较死的 这个兵营需要15个独暴虫才能把它炸掉 成本是非常的高 但是看一下军用会不会这么选择 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枪兵啊 如果15个独暴虫炸掉以后 没有足够多的独暴虫和小狗继续打对手的枪兵的话 还是比较难打 继续再变 现在选择猫肉选择留很多钱 300的钱300的气嘛 这边是金肉的300钱300气 由于这时候这个版本还不是1.3 漂亮 我们看独暴虫有15个 15个强性能破口 炸起来 好 全抬起来了 把兵营抬起来了 然后小狗进来 金肉先拉了所有的ICV进行一个协防 枪兵顶在后面 ICV顶在前面 小兵在全力的输出 但是ICV死的非常的快 我们感觉这一盘小狗 把对手部队全吃 现在很有优势 GG 我们恭喜一下来自这个 Mose战队的猫肉 是选择了 第一盘使用了一个双筷的开局 然后并没有选择补兵 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 只有两个选择 一种是疯狂的补农民 还有一种是爆兵 打一波RUSH 那么由于15个毒暴虫 是可以炸掉这个兵营的 刚才金肉也是被迫的把自己兵营飞起来 然后被猫肉是打掉了这个剑主 然后所有的小狗冲进去 对手金肉并没有修这个地堡 然后最终的被猫肉带走了 那么马上我们应该会带来这个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简单的看一下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猫肉这边 猫肉这边应该是受邀 代表这个欧洲去参加TSL的世界杯 争霸赛 在韩国 这个是他的一个最近的一个 好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这场 TSL猫肉对金肉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跟我搭档的又多了一名解说 那就是笨哥 好 大家好 好 那么我看到这是Lunner 还有猫肉 左右两侧好像有的是 来自好像是3C吧 好像是 这欧美身手我还是认不出来 好 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 这是Tim Liquid 举办的TSL第三赛季的比赛 地图来到了萨尔迦洞穴 那么在刚才一场比赛当中 猫肉是1-0领先了 啊 上一盘的猫肉是这个 使用这个独暴战术 对 独暴加小指挺成功的 对 用15个独暴把这个兵营给破口了 那就是和那个竹赖打 那达的时候是一样的 是的 然后小狗进去以后呢 就疯狂的啃咬 最终呢是由于猫肉这个 没有地板 最终没打 那个金肉没有地板 好 我们看一下三方的开局 现在看到这个录像还不是1.3版本的 所以又是因为这个比赛两天前吧 对 比赛两天前 就差两天 确实就差一天 就差一天 就会有这个1.3版本 一下可以看到两个人的资源和这个气体 那现在这个更新的星期二当中的一些辅助的设施还是比较完善了 对于OB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猫肉他这个Overload居然敢这么飞啊 这Overload容易被抓啊 是啊 这个现在就是在韩服上面的很多的韩国人在萨尔达家东穴的这张TVZ上面都非常注重前期的抓房子 是的 所以导致现在很多的城市玩家都是第一点直接飞地图中央的那个坑里 对 飞到那坑里呢 就是能看到一些边缘的部队通过 对 就看对手拉几的SV过了 是的 好 冰赢开局 那么有可能不造气候 也有可能两VB 对 有可能是两VB开局 然后压一波然后开框 对 这个应该探落了 哎 它又这点了 两VB 两VB 那这张地图的两VB呢 应该说是距离稍微的远了一些 然后不一定会对穷族有多大的压力 当然你要是除非操作的像这个Marine Kim那样 对 那个Marine Kim的水枪兵是它的一战成功之作 是 它那个水枪兵确实在这么远的地图上面都能把里诺赫给打死 是的 但是它是拉ICV了 对 ICV作为一个很好的肉盾 吸引这手的这个小狗的火力或者农民的火力 然后下面进行一个传绿的输出 是的 这边猫肉也是看到了 猫肉看到了以后自己应该果断的放下二块 再放下雪池 但是它是先裸装了 对 先走烧 然后雪池 其实这个时候我建议啊 这个农民不要跟着对手的这个SCV 然后你在这个重做农民呢 在对手家里呢 先看一下对手有没有拉农民的意向 对 然后看一下激香兵出来之后最好能拖延一下 对 我们看了地图的中央 那个猫肉是选择第二个二浪的飞到地图那个坑里 呃 其实那个也不一定好 嗯 一个激香兵带上来了 你看你这一个SCV是 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农民找对手有没有修地宝 但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对手没有修地宝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三个农民 就是已经 而且拖了现在有十八个农民左右 对 这个拖八个农民倒是不亏 但是之前那三个SCV 死掉一个农民就亏了 还死掉一个 这个建筑学 又要死了 哎呀死两个 这个建筑学刚刚好是激香兵 是没有办法被对手农民打到的 对没有被手攻击到 我们终于可以学习一下 现在这个猫肉又补充了两个地宝 那又亏了又死掉了两个农民吧 前期非常亏了 又死掉一个 现在死了三个农民 死了三个农民 那这样的话这两个激香随便甩一下 这两条狗是可以最快速度被解决的 是的 而且进了地宝以后呢 还可以打到对手那个地宝 打得到吗 感觉差不多 我觉得还是有点远 打得到 打得到 那看来还是这个一个视野上面的 是的 不过可能能造出来了 造不出来了 退掉 退掉之后的话 那如果这个地位置没有地宝的话 现在可以选择五个机枪强盛的溜到处方 想选择强点这个地宝 这个地方也有机会 也有机会 能点掉能点 不敢强点 不敢强点 后面那个猫肉的小狗是在截了一下后援 对 不过点掉这个右侧这个地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现在其实他可以选择这个上高地 那去堵矿还是比较有点危险的 因为他不知道对手堵矿里攒没攒狗 这四个枪兵按说是攒不了的 因为他现在需要造女皇 而且他补了两个地宝 两个地宝的话 应该说战的钱比较多 对 消耗了很多的军力 一口气现在补了八条小狗 我这边选择了三BB嘛 三BB 三BB呢 放二货了 这个地宝 没有放二货 哎现在机枪兵可以出来赶紧点 赶紧点 这个地方掉了漂亮 点掉的话太赚了 太赚了 这时候重图现在 这个重图现在已经完全的乱掉了 是的 而且重图呢 但是人猪后援被截了 我们看重图有几下小狗守在人猪家门口 怎么才只有这三个枪兵了 但是地宝还没有什么损失 这个也就是说猫肉还需要继续的来报自个领 对 但是猫肉现在已经可以不能明了 因为三个枪兵了 有皇后加小狗 枪兵是不敢出去了 最多是我在这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会儿进行一个逼迫对手 用大量的部队进行吃掉我这个地方 哎 皇后 皇后别H件 刚才好像H件 现在地宝也是被消耗了一些的生命直播 没有关系 现在机枪兵还得想起一切办法来操作掉这个皇后 没错 这个地方得亏打不到二货 二货 二货重图真的很悲剧 现在重图不着急了 我一会儿哪怕出几个 重图农民现在是不亏了 但是对手二货也是关键造好 是的 总体来说还是人租赚了一些 这个重图现在总是被这样的牵扯 对 因为这个人租到现在还站着这个陈县的这个位置 还能不停地出来骚扰一下 这就对说已经是重图开二货的情况下 最大的骚扰 现在皇后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点掉皇后 这个皇后 点掉了 哎呦没有 刚才那个皇后是刚刚好是在一个这个 喷虫管的这个硬直上面 是的 这个机枪过去点皇后的 能不能点掉 哎就差一枪啊 哦两枪 皇后已经回到了十多个血 这好在这个皇后在军台上面跑得快啊 对啊 枪兵是追不上的 好三兵兵 我们可以看到猫肉他这个狗速已经升级的非常晚了 诶 ES三次够 好像刚刚暂停过 暂停过 暂停过是有ES延迟呢还是暂停意 ES应该是意 不可能暂停止三天意 可能是有延迟 哦 那么这边猫肉是选择放下独宝中潮 那这个应该是防止对手可能会有的这个思旅比加SVE波流 没错 63人口的重组 但暂停比一下我们看一下 其实看上去没亏多少 但是重组多死点75手 但是主要农民啊 还有那个农民的采集时间 这个是比较宝贵的 看一下人租二块也开出来 53人口对57人口 重组只领先4人口 按理说应该人租是有点小优势的 是的 一般情况下重组在这50人口是领先8人口的差不多 现在人租的科技也领先挺多的了 这个医标运输机都已经开始建造了 新闻机也快升级完毕了 没错 但是你看重组的狗速还没有提升完 是 这个重组前期压力大 没有惨气 这个猫肉的视野当中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时候他可能会选择把这个overall的飞过去 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太敢飞 还是有点缺钱的 你看他现在采用的打法还是这个一本开三框 一本开三框 而且还是在前期亏了很多的情况下 他还要进行这么大 你看一次造了24条的这个领 这一波 诶 这个独暴变的时间要被抓了 太悲剧了 诶 这个筋肉居然不敢打 这个时候可以打 他有一道出艇 即使对手冲过来 你直接上运输艇 上运输艇就可以了 筋肉有点这个太过去小心了 是的 现在猫肉看来是要选择用毒暴虫和对手进行交换 然后来拖延出自己三框的经济 是 而这边选择了用一些这个房子把路口堵住 也是挡一挡对手的刀 是的 好 看一下 这三个地宝 有毒暴虫的位置 毒暴虫不太好 这小鬼把毒暴虫砍在后头了 对 而且这个毒暴虫的数量上面还是有一些的问题 你重足这一波 机箱铃的位置真是好 重足放了对手300块钱 应该是重足损失大一些 肯定是重足损失大 对 但是你可以看刚才 就是说如果一旦人都要觉得自己机箱铃有危险的话 他可以拉一个机箱铃往这个毒暴身上撞 对 这个机箱正毒暴虫 机箱正毒暴虫 机箱正毒暴虫 是可以一次有可能炸掉两三个 对 因为毒暴如果他是右键点的话还好说 他点的是后 就怕是A键 就怕A键 A键他就会同时爆炸 同时爆炸的话有可能是炸一片 机箱的这个建筑学真是不错 建筑学不错 把地宝完全都护在里头 是的 然后就开始准备空投了 这波空投应该是选择空投二矿跟主矿吧 哎 打了半年的岩石居然还没有打碎 这导致他的三矿也是慢了太多了 金肉已经开始开三矿了 这边是双线的引输机空投 对 就是主矿跟二矿同时的在矿区里面放下空投 然后骚扰对手 这个现在是升级的二攻 是二攻吧 应该是升级一攻 升级一攻和护盾马上完成 一攻 才刚刚一攻啊 第一攻还没升级呢 那看来是金肉的这个攻防是要慢了一点 攻防慢了一点 小狗也是开高升一攻 其实双方是一样的 对 双方还是一样 哎 看一下这波 上一攻领要漂亮 就像这种操作 现在可以用御输艇 就是往下去投这个鸡箱兵 然后撞独暴 就一次次投一个 在独暴群里面发现一个鸡箱兵 这边就是消耗多个领 然后就没有什么占到多少便宜 因为你没有对空力量 是的 然后侧翼这边又是要骚扰 对 皇后确实对于打一攻前来的时候 还要浪费很多的需求 这边其实完全可以 这个六 打一阵新闻剑 一阵新闻剑这边冲二框 哎呦 小狗两只多呀 上上上上 好的 只损失了两个到现在 那么这些三啊 对于重则来说压力还是挺大 是的 你看这一边的操作呢 其实完全可以 就是在高地底下放下六个 在高地上来放一个 这一共是爆了六个独暴 五个独暴 五个独暴 那还赚了 三个枪兵 还是赚了 那人族现在就已经巨大优势了 人族现在只需要用坦克为锁 把这个三框开出来 他这个三框应该说开出来 应该比不大 哎呦 我看这个小细节 这个开示野 然后打这个黄金框和农民 对 你看这个农民 哎呦 死了四五个 是的 这样金肉的这个细节 确实做得比猫肉更好一些 是的 但是猫肉那边是开始建造这个飞龙了 哎 看来这个金肉还是要推这个黄金框 嗯 没错 哎 又上来 再投一个 对 再上面 哎呀 这小细节 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 确实做得好 你看 不要投了 不要投了 好 也换掉几个独暴 还可以 哎 这些农民又死了 这农民不要跟机箱刚正回来 打了新闻剑 漂亮 这三个新闻 还在继续的骚扰 这确实是在没有飞龙的时候 被引输机牵制的太惨了 这边一把雷达 应该是扫对手有门埋地独暴的 哎 终于是又来了飞龙了 猫肉的飞龙现在有六七个 但是他这个一本的时间很长 他本来想的是一本开三框 而且他现在 一本开三框的经济效益 并没有达到最好 对 他没有达到那个三期开采之后 同一时间爆十条飞龙 甚至于十五条飞龙的那么一个效果 没有起到 人口方面 人组已经领先对手二十四人 二十五人口了 那应该说优势已经非常巨大了 是的 1004比115 优势非常大 你看金肉能够 把这个优势扩大为盛世 就就最好了 我感觉他问题不大 金肉可是在 OGS战队训练的选手 是的 还是得到了MC的芳心啊 是 扣的S的这个选手 现在只有他跟哈克 啊 两个飞含 对 两个飞含选手 现在只有他跟哈克 所以也是我们 比较关注的一名选手 是的 哎 这边龙狗独豹 是现在虫族万金油的组合 那么人族万金油 就是枪兵厂各家一楼主艇 感觉现在TVC已经定型了 拖到后期的话 会出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进行王虫和这个 对 但是中前期基本都这个组合 啊 因为还是说 现在这个农民数量 在一定的情况下呢 你多开一片框和少开一片框 经济其实差不了 差不了多少啊 只不过呢 如果说你是两框跟三框就有区别了啊 但是三框四框就差不了了 还是气体上面有差距 你像那个 你如果要是一片框16个农民在踩 和两片框分别有八个农民在踩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 大部分还是现在这个 四框一般是开出来有先放的那 这都这是我这片框我要站上了 啊 然后给对手一个记录的理由 哎 看这儿跑到没有架齐 这一波对于虫端来说不错 确实是不错 很好的一个信号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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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豹虫不停的追上去 这边 哦 还是人租来赢了 但是我觉得人租好像亏的更多啊 对 但是后面之后虫竹就操作的不好了 对 人租这波本身应该是大亏的 因为他坦克直接全不送了 是的 那个 一炮没开就死了 对 那个太冒进了 但是他能顶住就已经 但是侧疑的这一双空头占了不少便宜 要是点掉 农民 农民是拉走的 拉走的 反应还是不错的 是的 只不过呢 哎呀 这么多偶尔道的 这个虫族啊 在这扔一个核档 我觉得不错 这个虫族呢 它的血池还有毒暴虫 这两个建筑呢 是非常关键的 你看这个坦克又是冒进了 感觉今天金肉的这个 这个金肉没有限制军坦 对 它没有用雷达清理一下 也没有 这边打四炮 打四炮 刚好那块岩石还没有被撬开 是这样的话 重途支援的话 必须得通过人走那条阵线 是的 我们都在高地 那个萨拉扎浪坦的高地上 也是占据了一几个枪兵 进行一个小部门的这个阻击 现在金肉也是要开自己的四况了 是的 现在金肉的人口140 哎呦 这枪点几点 这必须要枪点 掉了 啊 没掉 居然没掉 七颗鞋 七颗鞋 差两枪 那么对于这个枪兵的这个输出来说 两枪基本就是0.7秒就完成了 是啊 哎 坦克这边架在高地上面 这设计不错啊 但是人家飞龙数量那么多 你这两个坦克不一定有效果啊 哎 坦克站起来 掉了 啊 金肉 这个猫肉现在是没有一防的 对 那个坦克还是可以轰死这个泽哥灵的 泽哥灵的 好 现在就是压制在军胎的这个范围 坦克输出是35 嗯 一炮刚好轰 哎 这一下这要强撞 强撞 没撞掉 哎 最后点掉了 其实他还是让对手修的时间有点长 对 本来损失不容易 但是你看旁边那个基地又要造好 其实是做了一次交换的换位 你用大概几百块钱的钱换掉我一四百块基地而已 是的 这边优先点掉金枪兵 啊 金枪兵数量还是很多啊 墙兵确实爆起来非常的快 是的 但是这样三框就要掉啊 让人独这么下坦克的话 猛兵必须冲了 猛兵选择冲 啊 试衣服的 试衣服的 堂克 试衣服的 堂克 炸掉 好的 打掉这个冒头的堂克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又费楼解决高地的 哎 这边黄金晃都没动 那个直接选择了原彩 可能也是比较着急收回钱的成本 是的 这块终于被点掉了 这是拉里波小谷部队就可以了 好 黄金晃有危险了 哎 黄金晃这一下本来就残血了 这个枪兵在军坦上可以包啊 堂克 利用堂克 哎呦 堂克 轰的还真的有点头 这一波阵地冲得有点冲动了 重租大势已去了 这波打了 哎呦 这个毒宝都撞在了一辆堂克上面 这个太亏了 而且飞龙也死光了 飞龙死光了 你看人口现在都差了将近60了 是的 149人口对86人口 那么差对60的人口 能够先出大势已去了 这人族都在生自己的两攻两防了 猛兵在前期那波被吃掉那么多坦克以后 还是打得这么精彩 是的 主要是他那波分散枪兵真的打得不错 叽叽 叽叽了 金肉的笑容又出来了 金肉的笑容又灿了 我感觉Moro笑的呢很别扭 是的 所以挺搞笑的 那么我们稍后在第三张地图 这个冰凤猎上 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彩的双方来大决战 那么32近16这场比赛马上来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收看第三场的大决战 那么金肉和Moro 来自Liquid战队和Moz战队的两员 这个瑞典的选手到底谁能够挺进16强 谁能为他们的国家继续争光呢 感觉TSL这个背景音乐确实还是挺震撼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金肉 这次是红色的人族 这张地图呢 冰猎凤啊 是GSL首先使用的一张地图 那么它的特点呢 是这个二矿呢 是在自己的这个主矿路口之内 悬空的这么一个周围四周都是这个 三周吧 是属于这种半岛的形式 这么一个半岛形式 可以呢有一个女妖很好的骚扰 这样包括重阻啊 可能会受到女妖的骚扰 神族也是 飞龙也是一样 主要空军单位啊 在这一张地图上都是比较好使的 而冲突这边呢 这张地图通常他会开这个外面的三矿 因为二矿它的特点是只有六片水晶 那么钱比较少 而对于冲突来说 前期反正也是要守人租这个Rash 那么我还不如找一个水晶矿八片的 比较稳妥一点 钱还挣得多一些 好 十四楼没拉出去 这应该是放双矿的吧 那在双矿位置选择啊 这边是第一个农民是探路啊 第二个农民去放双矿 没有问题 还是要放外面这片矿啊 跟咱们刚才分析的一样 这张地图确实 放这个二矿的话 人组是可以放二矿的 人组是裸双啊 BS以后裸双 重阻是 15D裸双 双方开局呢是一样的 都是裸双 那么 这样的话 人组在经济上其实是不错的 当然重阻由于重缆 补的非常快啊 经济也不会落后 只是说呢 人组会更开心一些 就是早早的把二矿开出来 路口呢应该会用三个BB 或者说是两个BB 一个地宝进行一个渡扣 那接下来人组呢 以防对手的一波流Rush 还是应该很快的造下第二个BB 对没错 就是这个时间点 好 事先选择了一个农民侦察 然后再放下第二个BB 跟重阻差不多 侦察时间虽然晚了一些 但是呢 重阻前期这张地图 放大招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这张地图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这边重阻的这个群峰 进来也是看到了人组的二矿 那么他也是比较稳啊 知道对手的位置了 这边人组探路就相对来说 要晚很多了 对方的这个雪池期矿 也是马上建造完成 期矿稍微慢了一些 那么提速狗呢也会慢一些 所以呢 前期Moro这边还是选择了 多出一些农民啊 把自己的经济达到最优化 因为对手是一双矿开局嘛 自己对手有两个矿罗 两个基地人矿罗的话 确实在经济上是很有优势的 这个路口是可以出去的 那么3BB 没有完全堵死 那么对于重阻来说 还是有机会溜狗的 好 这四个小狗是一定要封住重阻的侦察 重阻已经封住人子的侦察 现在均用的这个农民是已经知道 对手二矿的 看到对手二矿的军坛了 上到军坛以后 这时候看到一个农民向左侧走 那么肯定是放三矿的 那么你双矿我就三矿 骗了对手一下 并没有放三矿 他是想给对手一个压力 我感觉这一波Moro还是要打Rush 我相信他很快的放下独暴冲巢了 他刚才那个农民就是在骗对手 让金肉以为他要去放这个双矿 放这个三矿 但是自己应该是选择一波Rush 如果如果不是这个Rush的话 他那会肯定要放下三矿的 对手是两矿开局 重阻一定要三矿开局 才能把经济保持注意这个优势 我感觉要Rush了 不过现在还补了十个农民 这个又有点看不懂了 难道我想多了吗 好放下独暴冲巢 这个独暴冲巢呢 有可能是防御性的 因为现在小狗的数量还是比较少 但是如果这个Moro 选择一个这个狂暴一波小狗 然后独暴冲巢好了以后 攒了很多气体 也是可以进行枪性破口的 主要是没放三矿 我觉得虫族如果是这么打下去 不放三矿的话是没有机会的 哦 爆了二十条狗 果然是 跟咱们想的一样 那么应该是二十条狗 一会儿会疯狂的变成独暴虫 提速马上也完成 冲到对手的家门口 然后变成独暴虫 强性的破口跟第一局 这个如出一辙 如果路口上我们看一下 祖口虽然封的还是比较死了 但是还是挡不住对手的这波独暴虫 独暴虫只要破了一个口 对手就被带走了 好 两个小狗上去看一下 所有小狗集中在这里 开始变独暴 漂亮 疯狂的变独暴 这一下又是十多个独暴 直接要强行破他的口 感觉冲肉又危险了 对手还在不停的补小狗 两矿 两皇后不停的补小狗 并没有造三矿 感觉猫肉这一排 这一排还是很有机会 就跟第一排是相 相当于第一排一样的 第一排也是 冲肉也是这个开局 路口堵了三个BB 但是第一排很悲剧 好 这时候终于补下第一个地堡 但是这个地堡有点晚 小狗数量非常多 独暴虫顶在前面 独暴虫应该是先去炸掉 对手的这个建筑物 然后小狗再冲进去 枪兵的分散的位置是不错 好 独暴虫很多 看一下 破口破口进去了 漂亮 直接炸掉两个 两个兵营 我们再看这些小狗 进来强行的点杀 现在拉出了所有的SCV 独暴虫也上来 这个独暴虫的位置 炸那些农民农民 漂亮 nice 太nice了 猫的这个 这三个独暴虫 是炸掉对手 将近15个单位啊 而且这些单位 大部分是农民 那么接下来 原来不断的小狗 跟独暴虫 会继续的支持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波 BB能不能见到下来 又把路口堵住 35 对22 从这个农民数量啊 现在重租已经很低很低了 这个人数已经很低很低了 看这些小狗继续的补上来 这个口还会被撞掉 应该还会被撞掉 这个时候出的是一刀输挺 感觉意义不太大 一刀输挺 在现在这个时段 再次破口 不用想 这次口还是能破掉 我感觉这一盘军肉大势已去 好 再等这几个独暴虫 那这第二次破口呢 军肉拿什么挡呢 自己部队也没有 农民也 这回也不够用了 刚才那三个独暴 真的太精髓了 那一瞬间真的是 军肉哭的心都有 好 想放进农民来 不给你这个机会 好 这时候独暴虫还要上 再等几个 他是怕被对手点掉几个 没有扎架 不过这个数量已经够了 这个路口还是撞开 可以有很大的 再次撞到两个兵营吗 漂亮 三个兵营全掉 好的 这波进来 GG了 Moro挺进16强了 啊 我们很可惜 来自 扣的S的筋肉 啊 GSL扣的S的筋肉 在这个TSL上 并没有表现出 16强的这么一个能力 最终应该是被Moro淘汰了 GG 我们恭喜来自 Moz战队的Moro Moz也是传统 那个老牌竞技战队了 之前这个 呃 我国的魔兽选手Fly 也是在这支战队 做过一段时间 好的 恭喜来自Moz战队的Moro 他们两个人都是瑞典人 所以 对于国家来说啊 其实荣誉是一样的 只是很可惜 我们 这个金刚G 是没有能够挺进16强 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我们 是看不到他了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次烧帮主为大家带来的 这个TSL3的解说 那么 接下来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比赛 我们选取一些最继续优秀 最精彩的比赛为大家带来 好的 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再见